大家好 歡迎收看梅野攀岩中心的直播 我是Margaret 今次是我們第一次有創舉 大家好 有沒有人在? 還未有人? 我們先等一等 還未見到? 大家好 歡迎收看梅野攀岩中心專業的直播 今次是我們第一次的創舉 我是Margaret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意粉的食譜 大家先揮揮手 好不好? 你們好 你好 還給我一個心心 謝謝 好 今次不知大家準備今次吃午飯 想了吃甚麼還未住 一會兒看完我相信你會很餓 但當然不能馬上吃 所以你可以一直看的時候 想定下午吃甚麼 但一會兒趁午飯的時候 就可以去買好今晚這些材料 立刻就可以煮到 因為今天我和大家介紹這個意粉 其實是快靚正的 一個我們用完全部新鮮的材料 但其實你30分鐘之內 已經可以煮得到 而且立刻有得吃的 而且今天用的材料都不困難的 很容易買得到的 我們先看看我們的菜店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菜店 稍後我們會打上來給大家看 到我們待會兒這條影片 我們今天完成之後 我們會把它放上我們Facebook專頁 所以大家隨時可以拿回來看 以及找回這個食譜去看 今天我們做甚麼呢 就是一個醬油辣蝦的意粉 這個配搭也挺特別的 為甚麼會想到醬油和蕃茄 稍後我會再慢慢一一和大家介紹 今天我們首先看一看材料 我們這裏有些車尼茄 你們看我都比較多 這裏有300克的車尼茄 或者我叫櫻桃茄 都是這些比較小小的小番茄 這個有甚麼好處呢 這個番茄呢 其實味道是很清甜的 大家平時用來做沙律 經常都有 但我自己呢 我都很喜歡把它放到我的醬汁 因為它會快 而且味道是很棒的 另外我們也有些蒜頭 兩粒蒜頭 我們也有些乾蔥 如果你們說明想辣 我們也有些辣椒 紫天椒 吃得多辣呢 你自己可以決定的 我首先會處理材料 切一切他們 這兩粒乾蔥 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切成 切片後我會把它切成 另外這一粒也是 好 我們把它切碎了 如果你說我不用乾蔥 我可以用洋蔥嗎 可以的 但其實乾蔥呢 一般的味道 就比洋蔥濃一些 所以如果你說我用乾蔥 今天我用兩粒 如果用洋蔥的話 其實你可以放半個下去都可以的 可以做到那個效果出來 另外這裡兩粒蒜頭 我先把洋蔥切成魚片 我也是把它切成片 我亦把它切成片 Saner 你好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一旦我炒的时候很快出味 你说当然我得碎都可以 但有时候得碎 我就发觉蒜头很容易炒焦 所以我会比较 是 prefer 将它切片会比较好一点 好了 另外我们的车尼茄 还有VJ在这里 Hello Vivian 你好 这里我们就可以将它车尼茄 我把它一开二 300克当然你去街市买 如果你跟蔡档说要300克的车尼茄 它应该会凹了嘴看着你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300克 你要多少 大概是 你可以跟它说是半斤 或者是如果你买一磅都可以 一磅会多一点 因为一磅其实一般等于大概450克 所以你留一点 你就可以当口果吃 或者拌沙律也可以 但是你说跟它说300克 我相信你去买会有点困难 还有可能会有点颜色 有点面色给你看一看 这样也不一定的 但是我觉得多少也不需要太过介意 你多点少点其实无所谓 因为最主要你有上下的份量 汁出来已经很清贴 另外就到我们辣椒了 OK 这个是指天椒一只 那我们指天椒呢 为什么会下去呢 其实我又觉得今天这个辣虾 尤其这几天的天气 都湿湿沫满了 其实如果你吃下去的时候 有点辣辣的 也可以刺激一下胃口 当然如果你说我怕辣 那怎么办 其实辣椒来说 最辣就是这些籽 那我们可以把它起来 我们将全部都移出来 那其实如果你可以将这些籽 把它移出来的辣度已经减了很多 那你说完全不辣吗 那可以 就是你说我一丁丁辣都不行的话 那你当然可以不辣了 或者你可以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一些 那些大小小的红尖椒 那些呢 我都会建议你少放下 因为那个辣椒当然有它的香味 我们用它不是说纯粹是为了要辣的感觉 也有那个辣椒的香气 所以你也最好放一点 那你见到我现在就全部去掉那些纸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碎了 如果你真的很怕辣的话 但是你又有时候很奇怪 我发觉不吃辣的那些人 他们不喜欢吃辣 但是就硬是经常心思思 就想挑战一下自己的 所以可能他现在已经在想 十五十六 那我落定不落好呢 如果真的这样的情况的话 其实你可以不要切得太碎 那你可以刚才我们这样切开半照 你再把它切开大大块 把那些香味的辣味也没有那么厉害 那么你可以满足到大家 不知道辣不辣的时候 但是又落辣椒下去 好像满足一下自己 好 那这些配料方面我预备好了 另外这里我们今天 其实你见到我这个菜谱有点是中西合璧的 所以为什么你已经说 刚才的Title已经告诉我 是一个酱油辣蝦 那我除了之外也有这个碗 加上去其实也很香的那个味道 这个我们就可以摘好一些叶子出来 那么它的那个味道 跟平时我们煮西餐很多时 意大利菜 经常用那些Basal的落辣有什么不同呢 那个味道 这个我觉得它比较再辣一些 辣的意思不是说它是辣 但是那个味道是比较再浓烈一些 那我又觉得它和我们今天这个辣蝦 是可以很配搭得到的 所以为什么也加上它下去 还有这些其实在街市也可以很容易买得到 那我可以先预先将叶子摘定出来 那你要多小随意 如果你说我很喜欢这些金笔换的味道 那你尽管可以多些下去 有些人也叫它九层塔的 台湾菜经常用 三杯鸡那些 其实九层塔和金笔换基本上都是同一样东西 那我摘定叶子出来 只要叶子就全部不要 但是我们要摘定了 但是这个我不需要太早加进去 这个会最后最后才加进去我们的辣椒 好 这个也都放在那边 接着就到我们的 其中一个主角出场了 就是我们那些的虾了 好 麻烦 今天那些虾 我就去街市 就是我们买了这些新鲜的漂亮的虾 为什么会用它呢 当然你又为我再简单一点 容易一点做 你可以去超市买那些有些现成 一堆堆冲击的虾仁 但是如果你可以买到这些圆植虾 不管你是新鲜也好 游水也好 或者真的是冷藏 也好 没所谓 如果你的圆植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可以留下这些头和壳 可以拿来做我们的汁 所以我吃的时候不是单单有粒虾 但是其实你可能会觉得 那些虾味差一点 如果我用它这些头 一起去煮那个芽的汁 出来的虾鲜味是丰富很多 所以我们就可以 撕掉那些虾头 虾壳 在这里 虾壳你可以选择用不使用 你喜欢的话我把它放进去也可以 其实那个味道当然是鲜 但是今天我不下 因为我怕一会 我难拿出来 所以今天我用了虾头 另外这个虾身 我们就撕掉那些壳壳 就可以把腸也挑出来 今天这只虾 OK 也有点 这个虾腸我们也记得要挑出来 好 这只也是这样做 我们把那个虾头整个撕掉 OK 你们看到虾有很多膏 所以为什么虾头没有浪费 我用牙汁它非常鲜贴 另外这些壳 我们就可以撕掉它 其实有时候 如果你买了这些虾回家 假如你说 我这次我真的只需要用虾仁 其实这些头 我都会建议 你可以把它留起 把它放在冰箱里 让它打冰 随时你家想做一个快手的虾汤底 你就拿这些虾头出来 马上拿到我的头 那就不用浪费了它 好 我们就可以预备好这些虾仁 今天虾仁这里 我们也有八至十只 至于这个虾 你想不想切 或者你能够它圆壳 或者切粒粒也可以 可以随你自己喜欢 我想今天虾仁比较大 所以我容易一点 待会放在我的意粉一起吃 我会把它切粒粒 所以待会吃的时候 当然你圆壳是好看点 但有个不好处 只要吃的时候 肯定就像虾仁虾 意粉仁虾仁虾 所以我也会 不如把它索性 切成这样一粒粒 待会吃起来 每一口的意粉 除了有意粉 有汁 也可以每一口 也有这个虾 我并不是把它切得太小粒 你看我都是 一开三 大概这样的大小 应该差不多可以了 接着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们留意这件事 就是不要 现在切完之后 再洗蝦 不要了 如果你说要洗蝦 最好应该 就是在你 未撕蝦壳之前 那天我们把蝦洗掉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你做完 再去洗蝦 你会很难把它擦干 一会你炒的时候 太多水在这里 一来会带到你自己 二来也会令你的汁的味道 会比较淡一点 好 我看看材料应该要备好了 分别我们的蝦 我们刚才的配料 蒜头 干葱 辣椒 还有这些番茄都要备好了 我们可以开始 就先煮我们的汁 好 这里我们先开火 我洗干净了很久 上课也知道我很喜欢洗手 因为我很怕有些东西 黏着手的感觉很脏 所以洗干净 我现在可以开始来煮这个汁酱了 我首先会炒一些的蝦仁 这里我们烧一下锅 软软软软的时候 放一点油 大概一至两汤匙左右 我们再烘一烘 虽然很多人经常问 易结锅可不可以预热 有些人有担忧 但其实我建议你点刀 预议一下会好一点 因为你完全预议 把锅放进去炒 很难炒到有色香味 第一你不可以煎风表面 第二香味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也预议一下 放一点油 稍微等一等 是OK 没问题的 接着可以先把刚才切好的虾仁 放进去 大家听到我放进去 有少少轻微的炸一声 其实是最好的 代表你锅已经有适量的热度 我现在放些虾下去的时候 变成就可以把虾炒到香味 如果下锅的时候没有这个香味 就算你将来煎牛扒 你会发觉 就算你之后多大火也好 牛扒很难煎到金黄 所以反而你锅预热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现在用中火或中大火 将虾稍微炒一下炒香 为什么我不将虾索性 我煮好汁之后才放进去 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但如果你可以先煎到它 其实我们开始慢慢闻到 虾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所以虾会更加浓郁一点 让你直接放进汁里 效果会更好一点 可以煎死 你看到虾已经有一边 开始煎到有少少微黄 煎到虾的味道 真的闻到虾的味道 非常香 我将虾煎至炒至大约八九成熟的时候 我们将这些调味 今天我给了酱油 所以我会稍后再加调味 如果你说我给了盐胡椒粉 也可以加了 我们这个虾最好都可以将它炒至至少有九成熟 才好将它煎起 这样一间我们煎熟的时候 其实轻轻开一盐已经可以了 为什么你说既然一间都要煮 不如现在我煎一些 虾有点不太好 就是我们广东人尤其吃惯虾 我们喜欢爽口 如果你是将它是半生熟 拿起它 你再放 有机会虾肉会煤 到你一间吃的时候觉得 虾不够爽 所以如果在这个你真是追求 你吃虾的时候 是会比较爽口一些 最好现在这个阶段 煮的狗吃熟 所以它就不会变煤的效果 现在你看到今天虾 我们买沙鱼 它是好赢的 虾很美 你看到粒粒都在这儿 一样弹一样弹一样 你看到那个感觉 即是告诉你 那些虾真的好新鲜 好美 这时候的虾已经 你看到蛋 其实你已经知道 它差不多已经够了 然后我可以放我们的酱油 稍微等那个酱油 今天用日本酱油也可以 或者用中式的生抽也可以 稍微在锅上 一盐一盐 酱油香味 也会让虾可以比较均匀 将酱油包住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火 可以将虾倒出来 你见到闻到味道更加香 根本上味道不得了 幸好你们在镜头上闻不到味道 闻到的话是大事 你现在中式的生抽 已经饿到你不得了 这个虾仁先放在一边 不用管它煮 不要介意锅 我会继续煮锅 因为现在会看到 那些精华都在这里 所以我不会洗锅 好 我们关上一个比较慢的火 因为我的锅本身也很热 好 那我们再放些油 有多多同学仔都哈啰你了 大家好 是不是刚刚有些朋友 刚刚来看到我们的直播 欢迎你们 我现在做什么呢 一个酱油辣虾煮意粉 好甜味好甜味 刚刚炒完虾仁 已经好味道不得了 好 然后炒完虾仁 下一个步骤要煮汁 这些我先把虾头先放下去 爆了 这个步骤很重要 令虾的香味都出现 刚刚我把锅贴在锅底的精华 现在随着我把虾头放下去 也会把它全都煎出来 所以稍后汁有很丰富的味道 所以刚才我都说 不要介意那个锅好像看里面有点不太干净 其实我就是正正需要那些精华 在这里我将虾头煎一煎 好像是木匙羹 爆香 这步骤不要心急 你做得不够的话 有机会有反效果 不但虾不够香 反而会有鱼腥味 所以这里一定要把它炒得比较香 火不用太大 你看我现在用的慢火 一个锅本身已经很够热 好 差不多可以的话 最好将虾头煎一煎 很厉害 不然等一下 刚才我们的虾这么漂亮 这么多虾膏 你一按就爆了 你自己的面上 我将它按一按 我想它尽量压破了虾壳 煮汁的时候 它就更加可以快点出味 好 这里我们压一下 好 这里我们压一下它 搞定 你看到那个虾壳 虾头已经开始有少少 这个焦香的感觉 好像这个 去到这样的地步已经够了 亦都不需要炒得太焦 一会不小心焦的头 变成汁会苦 好 接着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干葱片 也可以加我们先切的蒜片 也可以加我们先切的蒜片 我们将所有的东西爆炒一下 大家可以留意到那个锅 其实你看到那个样子有点朦胧 因为那个锅现在去到某些热度的时候 开始比较烟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给你听 那个锅其实也挺热的 所以你看到我的火 我越生越小 因为那个锅的余温 已经很高 是可以将那些东西爆得香 我现在不需要一直保持大火 否则的话 你看到刚才我们切的干葱 或者蒜片 都是比较薄一些 它会很容易焦了 好 接着我们也可以加我们的 看你的情况 辣椒看你吃不吃得辣 吃得辣的话 现在就下 OK 我爆它越多 那个香味越厉 亦当然代表越辣 但是我真是受不了 我真是怕会很辣 什么时候下 我们下了水份 才下辣椒下去 甚至乎我只是想很轻微 又丁哩丁哩的辣的感觉 刺激感 你可以的汁差不多到最后才可以 因为辣椒很有趣 你越煮得久 它越辣 但是如果你想辣一点 所以你可以早点下 但是你怕辣的话 稍后才下 其实现在一路炒炒炒 辣面已经出来了 其实我现在 继续讲话 但是我在闭气呼吸 这个程序很复杂 要经过很久的训练 大家不要乱试这个 因为它现在我大力索 我已经打一次了 已经立刻 好 我们爆香味 把刚才的车尼茄 也加进去 好 也兜一兜它 接着我们可以加清水 这个汁真的很简单 筷子 那些材料已经很丰富 所以我也不需要刻意 放些什么上汤 我们放一百至二百红星岛水 已经很足够 所以现在你不需要放太多 你说足够了 放那么少水 你看到现在好像仿佛 那些水都没有去盖上 但其实因为我们有这么多车尼茄 一会儿它一路煮 它自己都会出水 所以其实已经够了 OK 我们把它煮滚 稍微大一点火 好了 把它煮一煮滚 接着就可以盖上 其实汁很快 你煮了它大概十多分钟 已经很够 这个味道已经非常鲜甜 反而这个汁 我还以为你煮得太久 你一会儿一会儿 车尼茄完全烂了 让你吃的时候 就没有了那个口感 这边煮滚之后 可以用三盖火 一路慢慢熬 一会儿再煮回这里 好 好了 我们真是Live 所以今天没有一些时间 已经做好了的东西 我刚才出了鸡鸡鸡鸡鸡 现在已经飘回来了 已经 我跟着 现在 其实都 为什么今天会想到 一个这么西式 好像乙式的乙粉 因为其实你说很老实 海鲜加 这个番茄酱汁 是一个很经典的乙粉 配搭 但是为什么会想到 将它加些酱油 其实这几年 在西方厨艺界 他都很流行说一件事 经常看一个字 叫做umami U-M-A-M-I 其实这个字代表什么呢 代表是味精 可能我们一般听到 味精这两个字 会感觉一般的 搞错了 放一些味精 但其实味精 就不是真正正 现在我们经常吃到 你全身麻痹的感觉 那些人造味精 其实味精 在很多天然的食材里 都可以找到 有某几种的食材 是特别丰富的 这个所谓的umami 或是味精 当中有些什么呢 比如菇菌类 黄豆类 或者是番茄类 这些都是本身 它天然的味道 是有所谓的味精在 因为我们经常说 我们吃的味道 多数都是说 甜酸苦辣这四种味 其实味精的umami 很久日本人已经说了 其实是第五类 所以你看到 很多时候 他们煮的那些日本菜 会给酱油 会给昆布 会给木鱼 会给木鱼 其实这些 都是本身很丰富的 天然的味精 所以拿来煮东西 很自然 会把你送菜的鲜味 提升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有 这个番茄在这里 不知道你没有发觉 其实家里平时 做一个很简单的 番茄炒蛋 你会觉得很滋味 当然你说 我倒了半瓶茄汁 这个后话 当然你的茄汁 会更加的味道 会更加的 但其实真正正正 最主要 因为本身的番茄 它有所谓的味精 所以这个番茄炒蛋 你也觉得很滋味 今天除了番茄之外 我再加上这个醬油 刚才说的大豆 也是本身的yamami 加起来 所以更加可以 将整个菜的味道 再提升出来 所以今天想到 就会将这个番茄 加上这个醬油 刚才提过 其实不一定要用日本醬油 你可以用普通家 用的生抽都可以 也不需要用到头抽 或者有些很昂贵的 如何精练出来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我建议 其实也不要用一种 醬油味是太浓 太重的醬油 否则反而你吃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吃 但好像只吃到 醬油味 不吃到其他鲜味 所以用一般 正常煮的那些已经足够 好 我们煮汁的时候 也可以开始 煮我们的意粉 这个广告时间 你看到 我以前也放了几种 意粉 当然这些牌子 都是我们煤气烹饪中心 精选的 所以这两种都是一个很好的牌子 如果你想买 就来我们 铜锣湾尼舞台九楼 煤气烹饪中心 有得卖的 即日已经 这个 其实就是撇开的牌子来说 一般意粉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形状 有很长的意粉 表面 有短的通粉 也有弯弯的 或者米字粉 或者素字粉 胡铁粉 什么都有 但其实如果你说 这些干的意粉类 基本上 这条方法全部都是一样的 我们待会先煮 然后将它 再加入酱汁 无论长短 都是 今天我们先用一下 这一款表面 我们先用一下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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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盘 一盘比较多 大煲少许的水 你没有很小的煲仔 想着我可以煮到两人分量的意粉 也不可能 因为它是干的 到它煮軟之后 它会膨胀的 如果水太小 煮太小 它会黏在一起 所以比较大一点的煲 就说冷了 几 prayers 美食沸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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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南瓜 AG酒 SO 일�o 就像火山爆发 代表烤水非常够热 然后放盐 放盐放到很多 这些就看你个人喜欢 我们也要放少许盐 让烤水有点味道 一会儿煮好意粉的时候 它本身有点咸味 就更加好吃 有人说放些橄榄油 用不需要 我一向都不放 因为其实放了也没意思 很多人的意思就是 我给橄榄油 它就不会黏住 其实没问题 因为你幻想一下 油浮在水面 你的意粉在底 所以其实没有这个作用 反而最重要就是 把水滚了 还有加盐 意大利人是很咸的 他们经常说 我意思不是说人很咸 我意思是他们口味很咸 但意大利人口味比较重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煮意粉 他经常说我的水 要海水那么咸 但我们不习惯 如果海水那么咸 我会觉得也有个不好处 在一旦我放入酱汁的时候 很难控制它的盐味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比较 很重要的 盐味的酱汁已经足够 好了 我们接着就是意粉 今天我们就要给 我当你是二人份量 如果你当我是主食的话 我预设大概每人就是120克左右 100-120克 这个你吃一碟粉已经够了 这个 如果你有其他的汤或者前菜的话 可以给大约80-100克 最好是用磅量 因为如果靠肉猪很难准备 然后把它放进去 最重要是意粉散开 然后放进去 很重要的 立即把它搅拌均匀 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动作比起下油更加重要 因为刚刚下水的时候 意粉最容易粘在一起 所以现在一定要把它搅拌均匀 最初的两分钟都要回来 再把它搅拌均匀 至于你的意粉应该要煮多久 其实一般这些蛋糕 它们都有写明的时间 每一包的时间都不知放在哪里 比如这一包 它有写短空粉是10分钟的 OK 我们今天这个 刚才我下的那一款 是Linguini 扁面 在这里写9分钟的 但很多时候它们是写意大利文 你又说我不懂得看哪里 不要紧的 你猜到大概 minutes 我有个数目在前面 即是告诉你 它会建议你 这包意粉应该是煮多久 那这个时间其实是最多最多最多 over了会怎样 过了面条会比较软一点 那我都去看看你自己喜欢 你又说我喜欢软一点 你可以再煮久一点 但起码这个是一个指标 那我们看着这个时间 接着就是计时 但是我不是给了9分钟的 你看我给了7分钟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会把意粉煮到大概八成熟 我剩下了两成在这个汁那里 在这个汁那里 就将它再煮 OK 所以7分钟我觉得已经足够 那我们记得了 头那两分钟 我们就比较多了 这个意粉 所以回来 我又要再了一了 在这头这两分钟 你继续了 变成了这个意粉 就不用怕它会黏在一块 所以这个点非常之重要 好 你说它不黏 那我们又可以 看一看汁酱 这里 好 我们看看它 好 一打开 已经闻到那些虾和番茄味 非常之浓郁 你看到 都收到七七八八了 基本上那些的番茄 已经全部淋了 但是没有烂 因为我想保持那个形状 我这个时候 其实那个虾头 已经是完成他们的任务 我可以把它隔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说 我不放虾壳 如果这样的情况 我比较难把它拿出来 虾壳 如果有位置的话 你可以继续放在冰箱 留下一次用 这个时候 那些虾味已经很充足了 OK 那我们呢 就让它一路继续 保持那个汁 是一路兴着热煮的 我们煮意粉 其实 想不需要过冷盒 不需要的 那你说 不是外面有些师傅教 多数过冷盒 为什么呢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 他们可能在餐厅 它运作要快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会煮定一大烹的意粉 在这里 于是它要过冷盒 等到它真的去餐厅的预备的时候 它一收到预备 它变成了立刻的意粉 煮回热再加入汁 它会快很多 如果不是的话 你看到这里 我只煮意粉已经是7分钟 再煮的汁 又需要一点时间 否则的话 如果你不是在餐厅运作 其实意粉是不需要过冷盒的 我只需要 其实最好就是 那些汁已经准备好在这里 放在一边 到我意粉一得 一加下去 直接一起煮 那已经足够 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令到你的汁最好味 最入味 所以你说 如果家里的炉头不够 我只有一个 那怎么办 不要紧 先煮好你的汁 煮好 放在一边 接着 煮意粉 到你的意粉够的时候 你的汁轻轻轻轻轻 立刻加下去 那你就可以煮到它 好 好 那我们要摇一摇 那些汁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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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很静 今天这个Live 是不是我太多话说 多点开Live 多点开Live 要很贵的 不如公司包 家里我会开多一点 还有什么问题 除了这些五个人的问题 有没有关于这个PASA 今天有什么问题 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有 没有 没有兴趣还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谢谢 多谢 有没有问一下 平时很多我们的同学 可能会问 我今天不用番茄 用其他代替行不行 或者不用意粉 用其他代替行不行 有没有这些问题 大家有没有 我觉得是 大家都很想吃 没问题的 这一碟意粉一间煮好 是我会吃 同事也会吃 你想吃的话 今晚自己就要煮了 你用带子 带子当然可以 任何个鲜都可以 你不用虾和带子 用鲜油 甚至来再豪华的 龙虾 阿拉斯加蟹 什么都可以 我们的意粉 还有大概两分钟 可以把所有配料 都放在我旁边 如果我们的意粉 可以关火焗八分钟吗 关火焗八分钟 是什么 即是放入水之后 不开火 我不建议 因为这个很难去控制生熟度 所以如果我们去煮意粉 其实最好是滚水 放下去 接着 开着盖 继续大火 一直这样去煮 你说不是 最近很流行的炆烧锅 他们都是这样建议 即是滚水 放进盖子 盖上 那是一个方法 但如果你追求你的意粉 出来比较弹 那是难控制的 这个传统的方法 比较容易控制 现在上来吃 现在上来吃 都可以 我们立刻放位 但你不能进来吃 你要紫外外卖 加上蘑菇可以吗 加上蘑菇 可以的 如果你有蘑菇 都要先炒 否则菇有些香味 炒香了才加上去 但我觉得不需要 今天已经很丰富了 再加上蘑菇 如果你想要口感 我反而会加些 譬如蘑菇 或者一些 意大利青瓜 苏菇尼 让它有 第一颜色更漂亮 第二 就是爽脆的口感 好了 这个意粉 差不多了 可以过来 去看一看 怎知道它行不行 就算不记得 计时也不要紧 我们可以夹起一条 你可以把它剁开 你看到它 这条比较难 但你会看到 它中间 还有一点点的白色 一点点白色 再不是 最重要是 自己试试它 你觉得它 还有一点点味熟透 就对了 这时候我可以把它拿出来 这样就可以夹起 直接 不需要过冷汗 就用这个锅 加到汁 那里 如果不吃海鲜 那怎么办呢 不吃海鲜 你可以就这样 摘蕃茄 都已经很好吃 这个你可以做一个 摘蕃的版本 因为本身 就算那个 蕃茄 刚才这样煮 再加上酱油 那味道 都已经很丰富 Candy 问 要辣 可以吗 会影响它的鲜味 这个很明显 刚才是 应该走开去厕所 没有看到我的Live 可以说了很多次 教大家如何辣 可以不辣 可以的 关火 可以不辣 但是我都说了 我今天希望它有点辣 是比较开胃 如果你真的怕辣 的话 刚才我淋下的意粉之前 那时候加辣椒 它有辣的香味 辣味未出现 我现在加进去 看到现在的酱油不是很够 这个时候我怎么做 问 是不是要加茄膏 你加茄膏 为什么要加茄膏 我不会加茄膏 因为我加了300克 半斤的车尼茄 已经很丰富 茄膏 通常的作用是 有时候你买到的蕃茄 不是很够 不是很够熟 或者蕃茄味不够 我可以加少少茄膏 增加它的味道 但如果今天这个已经够了 因为有时候蕃茄膏 有个不好处 它的味道太浓 我今天保持清甜的味道 你看到我刚才不够水 于是我做什么 我在这里 我刚才撒完意粉 这盘水 我没有倒的 加一点下去 这边我可以再加 让它有足够的水分 可以再和这个意粉一起煮一煮 现在我用大火去收 一路就是把意粉 其实我为什么要放在汁里煮呢 就是让我吸收汁的味道 是进入每一条的意粉里面 不是单单 我们就这样把意粉放在碟 淋在汁里面 那一刻我差点 可以用一串的大番茄 会不会感到 就是蕃茄的产地有影响到 蕃茄产地有没有影响到 当然有影响 但你说我需要买到一些入口很贵 很漂亮的蕃茄 其实又不需要 因为如果它是入口的话 它在原产地可能很漂亮 但因为它要就它运输 它一定是很生的时候 已经集了下来 所以蕃茄味也不足够 这些情况 反而我会去到超市或一家市 我看到哪些是比较漂亮 比较偏熟的蕃茄 我用过一只 好 这时候我们抛一抛锅 可以的 一会炒后 我们再下转影片 会给大家吃 可以的 你看到现在的意粉 跟汁煮在一起 光看你也很想吃 因为是光亮的 就是意粉和汁酱完全充分 是可以融在一起 然后我们将刚才炒好蝦仁 加进去 然后我们喜欢的味道 如果不够的味道 可以再加一点酱油 今天我大概是 一要二分一汤匙 至两汤匙左右的酱油 视乎你自己用哪一种 有些是偏咸的 这样的情况 你最好试味 另外我当然会加一点糖尿味 不用多 大概是半茶匙 一茶匙左右 胡椒粉 是 大家好 多谢你们收看 最后橄榄油 如果你有漂亮的 Extra version更加好 罐头番茄可以代替车尼 可以的 如果这样的情况 今天你可以用一罐罐头番茄 400克 但味道不同 车尼茄清甜一点 罐头番茄浓一点 最后我们刚刚摘了金不换 拿着金不换的味道 又不同了 好 可以关火 可以上碟了 好了,我們拿好好的碟 這個很濃的蕃茄海鮮香味 還有金不換的 這個實在太好吃了 這個要不要拿走 我們先加蝦仁 還有,最重要是放少許汁醬在表面 你看到醬汁醬剛剛好是掛在麵上 你看到每一條麵的顏色比較深 因為它已經吸收了所有的味道 就在這裡 最後放少許的新鮮金不換上去做裝飾 這個可以今天和大家示範的醬油辣蝦意粉 你們記得今晚要回去嘗嘗奶 大家還有沒有問題想問我 很冷淡的反應 謝謝大家 我下次會努力的 今天如果真的沒問題 我們的直播到此為止 看多一眼 看多一眼 這個非常美味的醬油辣蝦意粉 我們明天再見 明天有Jody導師幫我們示範這個曲奇 明天12時再約定你 明天見 看多一眼